hello 2024年第一个书单 没有知道吧 啊 1月份的书单怎么样 今天 应该是2月份 哼 没有完没有完 我冰我冰 ok 这个月呢我读了5本书 1本5颗星 1本4.5颗星 1本4颗星 1本3.5颗星 1本2.5颗星 我隔着玩数字找规律呢 还挺全乎的咱说 虽然说这个月的5颗星没有那么多 但是 be very interesting 好 第一本书咱先说这个2.5颗星的书 就是这本叫剪刀男 我读之前是万万没想到 我会给他2.5颗星的 因为大家听一下这个故事背景 就是说 最近社会上呢 发生了连续杀人事件 死者都是非常年轻的女高中生 他们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 都是咽喉上插了一把剪刀 这属于凶手的MO 这个剪刀男呢 其实已经物色好了第三位受害者 但是当他马上就要下手的时候 发现这小姑娘已经死了 并且 他的死法 是效仿他的作案手法 剪刀男就蒙了 这心 这也不是我干的呀 怎么有人掀我一步啊 与此同时警察还在调查 这个剪刀男是谁 反正你一听是不是 哎哟 Interesting 我前面看的还是挺起劲的 但是看到中间靠后 我就开始有点烦躁 就是我很少看一本悬疑书啊 看到让我觉得这本悬疑书 咋这么默的 几把剪刀 几把剪刀 剪刀1号咋 剪刀2号咋 默默净净 它也是这个蓄轨的手法 那它最后的结局呢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转 但是像我在读 《绝教》和《圣母》的时候 他们的虚鬼让我读到后面 就是有一种 我 然后我就往前放 Oh my god 我就很兴奋的去 往前找我漏掉的线索 但这本书看到最后 哈 什么玩意 你当我 你当我 我就往前翻 当然我所有的分享 代表我的个人感受啊 这本书就让我 就堵不听 但是觉得它非常牛的人啊 就是会骨体投地 总之 想法利益都非常新颖 内容的铺开 使我上了脾气 2.5颗星 慢走不送 下面一本书呢 是本月唯一一本五颗星啊 是毛母的面纱 我看完这本书 第一个感受就是 This This is why I read 就有这么喜欢 它带给我心灵震撼的程度 不雅于 混乱时期的爱情 故事的一开篇呢 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凯蒂 她正在偷情 但是这个故事的一开端 就让我感觉到了 作者的文法之丝滑 她没有丝毫提到偷情两个字 她也没有把这个偷情 写得非常的落俗套 完全通过人物的表现 行为和语言 那么在凯蒂干坏事的这个过程中 她听到楼下房门啊 有声音 但是这个人呢 最后并没有进到这个房间来 她就慌了 该不会是自己的丈夫 瓦尔特吧 那她的丈夫是不是知道了 她出轨的事实 由此展开啊 我们的凯蒂是如何结识 瓦尔特的 她们的婚姻是什么样子 她们人物特点是什么样子 以及这场婚外情 将会给她们的人生 带来怎么样重大的影响 首先啊 毛姆在拿捏人物心理上面 做的实在是太令人配 她特别的擅长 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 你感觉她用文字呢 就轻飘飘的 但是就入目三分 而且她作为一个男性作者 她能把我们女主人公 这样一个女性角色 她整个意识觉醒的过程 写的如此的生动真实 这本小说呢 她已经是有年头了啊 但是这个女主人公 有时候思考的内容 你都不敢相信 是那个年代写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这一段 在繁衍生命的过程中 男人所发挥的作用 是多么微不足道 倒是女人们怀着孩子 历经数个漫长而不舒服的月份 最终还要在剧痛中 将孩子生下来 而男人仅仅于女人 有过短暂的房市 就要提出如此荒唐可笑的要求 孩子亲生与否 对他们来说 真的很重要吗 咱们不讨论这段话 它是所谓的试对试错 单说女主人公在那个年代 也有这样的思想 我觉得不可思议 那这本小说呢 我觉得你不能单单的 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去看 它整个故事发展的情节 我觉得只是辅助 所有人物心理历程的一个工具 我最佩服的一点 就是毛母把这个女主人公 写的就是有血有肉的 非常的真实 你现在会发现 市面上有很多的书 她的女性人物角色呢 几乎写成了 无坚不摧的伟大的人物 我明白她的目的和出发点 是想让我们当代女性呢 有勇气 但是现实生活中 We as women are strong But we're not always Captain Marvel 我们的意识很强大 我们很坚强 但是在生活中 你意识的成长 它不可能是这样走的 它一定是会波动的 很多时刻 你做的决定 会让你觉得 You're not that proud of And that's fine And that's natural And that's normal 我觉得这本书就写出了这一点 因为在这本小说后半段 有一些情节呢 我也看到有一些读者评论说 哎呀 她还是太软弱了 其实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是这个女主人公 你还指不定能做到人家那个程度呢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 还非常有价值的一点就是 让我认识到你成长的过程中 你意识觉醒的过程中 你的成长不可能是完美的 And that's okay 只要你始终大趋势向着实现自己的价值 忠于自己的理想 这其中你可以跌倒 你可以软弱 你可以无数次纠结矛盾 我太喜欢这本书了 我尽力的用我的语言去表达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和价值 我实在是太太太爱这本书了 有没有我的小可爱也非常的喜欢这本书 跟我有类似的感受 留言告诉我 下一本书呢 是这一本很新的书 叫做天堂 我给了他3.5颗星 这本书呢 讲述了我们的小男主人公 他生出来就是邪氏 所以他自己本身就是有很大的自卑的心理 同时他在学校呢 又遭受霸凌 回家呢 也不敢跟家长讲 但是有一天呢 他收到一张纸条 说想跟他做朋友 后来发现这张纸条呢 是班里同样遭受霸凌的一位女孩子 小岛 于是呢 两个每天都遭受霸凌的孩子 开始了这个书信的往来 属于相互取暖的一个故事 这本书呢 它是一本很有哲理的书 为什么 因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们的小男主 实在是忍受不了霸凌 并且他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他们总是欺负他 于是呢 他就找到了这个霸凌者之一 跟他进行了一场对话 我觉得这场对话 是这本书里面最出彩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第一视角 去了解霸凌别人的人 他们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他们这样做 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这就让我想起来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是 B站Up 瑞瑞尼 我们瑞兹贝的真是棒 网上有一个总是对他恶言向向的喷子 那么他隐藏自己的身份 用其他的账号呢 与这个人成为了线下的朋友 为了了解这个人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他到底为什么总在网上 对别人散发这样的恶意 他们在酒店中的那段对话 跟这本书里的对话很像 就他们作为霸凌者 竟然有一套可以自圆其数的逻辑 那可能你这一下 就是压垮他那个心态的最后一根稻草嘛 然后他可能就忍受不住 可能就倒下自杀了 我哥 这个我算不愿意出害了 算不愿意出害了 我就最可怕的不是那些 就是乱咬人的疯狗 而是很清醒的把自己的恶意 具体成语言或者行为暴力的这样的人 所以看了那个视频结合书中的这段对话 让我对这些心怀恶意的人 有了更深刻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但我就是觉得这本书 借用两个小孩子来展开这段对话 稍微有那么一点牵强 因为这段对话真的实在是太神奥 太有哲理了 再一个为什么只给他3.5克星 就是他整个情节里面 有很多地方 让我觉得稍微有点故弄玄虚了 就是我感觉他是在留个悬念 后来又不交代了 你到底是啥意思 就让我觉得有些情节 要不然就是没有必要 要不然就是你没给他点到 有意义的点上 总体来说这本小说 它还是有比较重要的价值的 只不过整个的情节上 让我感觉到没有那么的流畅 整个巴林的概念呢 除了那段对话也没有非常通透 下一本书 我给了4.5克星是这一本 林耀德的钢铁蝴蝶 非常喜欢 首先这个书的这个质感 就绝了 这个封面简直 太好看了 这本书我在读完之前 我就发了动态 我就说这本书 就是自序就完全的让我投入了 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的自序 我就感觉他就是我 他说年幼的时候 觉得被群众淹没 是一种恐怖的情绪 现在恰好相反 觉得自己至今仍然默默无闻的 隐匿在人潮中 是一种奇特的性子 他人及地狱 这句话有趣 而且道理深长 就这个作者呢 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哀人 像他说的 他隐匿在现代的人潮中 安静地观察都市的一切 所以他的这些散文呢 你可以看出 他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散文 而更像是他在繁华的都市里 每一天思考的碎片集 现在我们总喜欢说一句话 就是 他是我的嘴涕 我觉得这位作者就是我的脑涕 他很多思考都能引起我的共鸣 为什么少那0.5颗星呢 是因为有一卷 第三卷吧 大师制造者 确实很有哲理性 我没怎么看懂 实话实说 虽然我没看懂 但我还是觉得很喜欢 有点像朱岳老师的那本 说不知乱 这位作者呢 非常可惜 在他34岁的时候就离世了 这本散文集呢 是他最后的一本散文集 大部分呢 都在八九十年代就发表了 但是作为一个藏匿 在现代都市中的 另一个透明人来讲 我仍然觉得 他探讨的问题 是我们现代都市人 仍旧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非常喜欢 我会反复的阅读这本书 所以我相信 我跟他思想之间的共鸣 只会越来越深刻 最后一本书呢 我给了四颗星 是这本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中文叫 无声告白 那么他讲出了 上世纪70年代左右 在美国俄亥俄 俄亥俄 俄亥俄 OK 在那个年代呢 爸爸James是一个美籍华裔 他的妻子呢 是一个白人女孩 Mary Lynn 在现在看来 可能比较普遍的一个组合 在当时呢 是非常少见的 他们有三个孩子 故事的开端 就是他们的老二 Lillian 一个16-17岁的高中生 突然去世了 由此呢 展开整个家庭的故事 它绝对是一本 Slow Burn 就你不能把它当成 一本悬疑书去看啊 因为它其实探讨的是 原生家庭 带给一个孩子的影响 到底是怎样的 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有一些情感虐待 有些在家庭里面 不一定是以暴力的形式出现 而是温水煮青蛙似的 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家长自己都意识不到 很多家长在提到 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喜欢说 我们家孩子特别乖 说什么 他做什么 从来都不顶嘴什么的 其实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反倒你应该担心 他们真实的精神状态 就像这本书里面的Lydia 她的死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非常的突然 是没有任何征兆的 而对于Lydia本人来讲 她的痛苦是漫长的 一步一步积压到 她无法忍受的 而这整个过程竟然无人察觉 那么作为家长呢 美极华裔James 她自己在美国成长的经历 以及我们的这位母亲 Maryland 她作为家中一个被给予厚望的女孩子 这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和Lydia最终的死亡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之前不是很相信 一个原生家庭会影响一个人 影响到她如何对待她的下一代 但我现在觉得 原生家庭带给你的有很多影响 你自己甚至是没有意识到的 它已经融化到你的生活中 融化到你的思想中了 尽管有的时候 你会故意的提醒自己 Don't be like your parents 但很可能you are ready OK that's it for this month 我觉得这个月的读书 对我来说还是挺特别的 因为大家也可以发现 这几本书呢 都是带给你很多思考的 我这个月可以说是头脑爆炸 我并不是故意的 比如说看天堂和看无声告白 我都是本着想看悬疑的心情去的 结果 它只是让我思考 所以对我来说是又意外又惊喜吧 虽然除了面纱 我给其他书的评分都没有那么高 但我觉得每一本都挺值得去看的 除了剪刀男 还是算了吧 OK那么下个月我一定会读的是什么书呢 我还没准备好 我知道了 我要读那个失明症漫游记 可是有很多小朋友来跟我说 它有点 weird 它怪怪的 然后我就 Really OK now I'm curious OK那就这样 我们二月份书单见 Jawin Bye by bwd6 感谢观看